土耳其總理達姆特奧盧說 土耳其軍隊已經反擊伊斯蘭國從敘里亞發射火箭 火箭發射到邊境城鎮基里斯,有8個人受傷 亞丁市一個足球場附近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,最少4人喪生 意大利總理倫齊訪問伊朗兩天 是自從達成核協議之後最高層的歐洲領袖到訪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將會就1914年發生的區刑院事件道歉 事件是由於過去的歧視性法律 當局拒絕了376名英國臣民從印度進入加拿大 巴克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在訪問多個國家的外交旅途當中說 緊急需要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以色列定居點 加拿大總理